好的春安的工作时刻也是睡末送暖的时间 永和吉人小学自治小市长团队 带着他们全校师生捐献的2万元 要来捐赠给永和区公所 那么今年区公所的寒冬睡末爱心送暖活动 是持续的进行中 由永和的警分局和警友会等单位 来发送白米和民生物资 他是永和区吉人小学的小市长 带着他的自治小市长团队 专程来拜访永和区长 为的是要捐赠新台币2万元 希望学校学生省下了零用钱 以他们有限的力量依旧可以做好事 实现助人为快乐之本的精神 来帮助贫困民众过年关 借由寒冬送暖活动 借由全校同学的爱心来帮助大家 那你觉得在 就是由这个小市长的身份送给永和区公所 你的心情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帮助大家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 这很难能可贵 就是我们几年小学 对于社会上的救助跟爱心 可以从小做起 让我们小朋友已经从小就知道 如何去行善 然后把他的爱心发挥到极致来 这是让我们很感动的 我们那个教育的方向是对的 让小孩子亲力其境 他就会感受到 我现在虽然能力 能力不多不高 但是还是尽他们的爱心来帮助我们 那我们会把这一份善款的话 送给这独居老人跟中低收入户 这一次由永和区公所进行 岁末寒冬送暖活动整合 送爱心关怀的力量持续进行 在永和警分局前 由分局和警友会等单位 发送百米和民生物资 让社会各界的关怀心意 能够让弱势族群感受到 就是助人为快乐之本 那永和有很多善心的 这些民间的社团团体 那我们永和分局 每一年都会来做这种事情 我们就是这个召集地方的这些善心的资源 来共同关心这些需要帮助的永和的市民 我们有很多赞助当务 比如警警会啊 还有我们的民房 还有一些里长 还有一些志工都来现场帮忙 实在老实讲 关怀弱势这里 我们永和分局是每天都有在做 不是只有过年在做而已 大家对警察一个观感 只有一个交通的管制 还是治安的管制 现在的警察是我们的人民保姆 什么事情他都会做 只要你有事情去拜托他 不违法 他警察一定会帮我们做到帮忙 不管是物资还是紧急救助金 永和区发挥大家庭互住户外的精神 从小学生到各个单位全面动起来 要把爱传出去 中佳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